游戏彩蛋千千万 商业互捶 占你一半 观众们大家好 这里是杨亚军 欢迎回到我的游戏彩蛋和细节频道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游戏离 致敬其他游戏的彩蛋第四期 老规许大家可以在弹幕猜猜看 致敬的是哪一款游戏 在开始正片之前 杨亚军我想要感谢本期视频的赞助商 战国布 这几款非常有意思的策略手游 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 这是一款以日式战国时代为背景的 回合制策略游戏 游戏的玩法很简单 就是在一张大地图上 扮演一名日本战国时期的诸侯大名 发展内政扩张势力 与同地图的多名真实玩家一起 攻城掠地 而且使小局次进行游戏 每局的时间都非常短 每天花一点时间 就可以打造自己的战国霸业 这游戏最大的特点 就是有超过500名 可使用的武将 其中大部分是日本战国时期的史虚名将 每一位武将都有精美的任务例会 我们可以通过抽卡来获取这些武将 是欧皇还是飞球 就要看自己啦 获得这些武将之后 再加上军团系统 可以搭配提升我们的战力 这样就可以轻松打趴对手 值得一提的是 战国布吾最近有特别策划 联动了多罗罗 现在我们的游戏里 可以穿越到多罗罗的世界中 与白鬼玩并肩坐在击败鬼神 还有机会免费获得多罗罗联动的角色和皮肤 喜欢动画 喜欢热血 喜欢策略的小伙伴们 千万不要错过这款SRG策略游戏 可以在评论区自理连接中免费下载 还有限时礼包 等你来领取 一起和杨阳君来战国时代 战个痛吧 今天要讲的第一个彩蛋 来自一款小众游戏 名为赤身野画 这是一款以环保种植为主题的 意志游戏 画风简洁可爱 音乐轻松舒服 但是谜题确实有那么一点点的难 我们需要研究水渠 雨水风力 甚至是动物等等各种因素 来确保我们的植物正常生长 蛮有意思的 Steam上面有免费的demo版本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试试看 彩蛋呢 彩蛋就藏在大地图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的小岛屿 也就是每一关了 拉到地图右上角最边边这里 就可以看到一块大石头 以及一块牌子 这牌子上面写的不是别的 正是上面这里并没有彩蛋 快走开 是不是有点眼熟 在《森安帝列室》里也有一块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接下来我们讲一款老游戏里 藏者的小秘密 这是一个粉丝投稿的彩蛋 游戏来自刷刷乐 过去之光2 在沼泽的其中一个副本里 我们打完boss 拿完素材 开了宝箱 传送门打开 我们可以直接回去营地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往左下边走 就可以发现地图外面 有一条密道 这条路还挺长的 一直走一直走 走到最里面 就可以看到一个熟悉的家伙 除了恒尼让我跟上一大段话 还会给我们一点小礼物 要么是小草闹的罗斯 要么就是小草闹的罗姆 小草闹五主之地系列的招牌配角 就是那个又见又蒙的黄色机器人 时时刻刻在你耳边叽叽喳喳 说个不停 我们回到火炬之光这里 如果我们在他旁边挂机 甚至还可以听到小草闹 打破四车员墙壁的台词 看我! 我是一个Easter Egg! 一个Easter Egg! 最近有粉丝说想看德军总部系列的彩蛋 刚好之前就录有好几段素材 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个德军总部就血脉 这是B-SERF发现2015年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 是德军总部新秩序的独立资料片 具体上来讲有点像前传 就在游戏一开场 我们在车里的这一段 低头看看这个车钥匙 你就会发现熟悉的钥匙扣 这个钥匙扣来自游戏雷神之锤3竞技场 玩过这个游戏的 现在孩子估计都会打酱油了吧 游戏里有一款招牌武器 火箭炮就是这个样子的 亚军我也超喜欢搞这种钥匙扣 我和杨嫂就有一对自己DIY的挺进地牢钥匙扣 好像是在一起三周年的时候淘宝定制的 而我们回到这个游戏里 当我们下了缆车随着剧情推进来到车站 旁边有一些自助零食饮料贩卖机 仔细看你就会发现居然有卖盒子可乐 盒子可乐来自辐射系列 这种没了气温温的 甚至还带着点辐射的饮料 成为了废土上人们的最爱 同样的双料彩蛋还藏在孤岛惊魂屋里 当我们过了教程被盗棋救了之后 会来到这个堡垒里面 虽然这里面光线比较暗难以视物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些比较有趣的东西 在床的旁边柜子上可以看到这样的变迁子 我们后期调料就可以看到这样一句话 It's dangerous to go alone, type this 这句话就经典了出自1986年的塞尔达伊 游戏一开始我们回山洞就会触发这句话 而在30年后的旷野窒息里 标记地点光柱上的符文翻译过来正是这句话 堡垒里面还有一个好玩的小秘密 这边有个休息区沙发书架鱼缸什么的 靠近这个鱼缸就会发现墙上有一条大鱼 甚至还可以互动 由世嘉发行于2018年的模拟精灵类游戏 双典医院 说21年前主题医院的精神续作 讲的是我们来建设经营一所医院 治疗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疾病 于是我们在游戏中就有可能遇到这样的症状 猎头蟹症 患者的头部被一种罕见的寄生甲鞘类动物所控制 不过幸运的是在这里 这种奇怪可怕的病症却是可以治疗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病人 动作稍显滑稽走向脱光机 不用我多说了吧 这里很显然致敬的就是半条命系列 这些个残留少许自我意思的僵尸 就是猎头蟹他们的杰作 医院里这个脱光机还是蛮先进的 黑山宣誓可引进几台嘛 同样的半条命彩蛋 还藏在了一个不太可能出现的游戏里 那就是模拟程式5 这款由EA发行于2013年的城市建造类游戏 还是蛮不错啦 除了bug稍微多了一点 本来这种城市建造类的游戏彩蛋就少 没想到居然有致敬半条命的彩蛋 这些彩蛋我跟你们说 触发起来可真不容易 当大型的高科技工厂 从底底下钻出来建设完毕 然后被买下来之后 就有极低的概率出现一个特别的挂牌工厂 也就我就是这样在地图角落里规划出一大片空地 全部搞上工业逐一查看 如果这整片都没有触发彩蛋 那我就铲掉它们从头再来 如此反复从早到晚 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铲了多少工厂 终于还是触发了 哦差点忘了 我想你把这东西落在黑山基地了 是的一间名为弗里曼撬棍的工厂出现 哦业务还可以 而且你别说这个工厂的风格 有那么一点点感觉 有没有 还记得Springate这款游戏吗 这是一款融合了传送门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 优化还是蛮不错的玩起来非常的丝滑 就是传送门的元素在这里面 让晕3D的同学晕得更快一点 小小的游戏里彩蛋还是挺多的 之前我们就讲过监狱这边 有沉默羔羊电影致敬彩蛋 今天我们来到另外一张地图 如果我们来到地图角落里仔细观察 就可以看到书页后面藏有什么东西 仔细一看好家伙原来是个同伴方块 很显然这里致敬的就是传送门啦 毕竟游戏的一大玩法正是出自该游戏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仙剑奇侠传》7 当我们来到天师门的时候 在这边可以接到一个支线任务 这个吹薰的女孩子 喊我们去找曲谱也就是踏片 踏片在长白山也不难找分为两片 我们早期之后回到这里交给她 非常高兴连说感谢 甚至要吹奏一曲与我 接着就可以听到这样的曲子了 熟悉吧DNA动了吧 这首云谷鹤峰正是新一最出名的曲子之一 比如在所有版本的菜单界面都可以听到 比如李逍遥第一次进入仙灵岛 来到莲花池的时候也可以听到 第39个彩蛋我们聊聊杀手3 重庆这一关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挑战任务 叫做快递到了我们需要潜入到数据设施里头 在一个类似休息区的地方找到包裹 这包裹大概长这样子普普通通 没有什么特别的 接着我们拿着这块砖头一样的包裹 来到数据中心核心办公区 找到这位神秘的老哥 是不是稍微有点眼熟呀 我们来个大头铁看一下 怎么样眼熟不 有没有想起哪个谁 没错这位老哥正是小岛秀夫 而他最新的游戏作品 不就是那个送快递的死亡搁浅吗 嗯走你 小岛秀夫已经不是第一次作为彩蛋登场游戏了 还记得Bug朋克2077里的干壁大厦吗 欢迎来到干壁大厦 现在就觉得Bug朋克2077里的游戏 不可能是Bug朋克2077里的游戏 不可能是Bug朋克2077里的游戏 不可能是单纯的表现 就是世民成为光之战士的年轻人 他们一起旅行冒险拯救世界的故事 当我们来到精灵镇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这里的精灵 怎么都好像有点眼熟 长得特别像某个人 不仅如此 当我们绕到村后头 可以找到一个墓园 接着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了 许得你没有看错 海拉鲁老流氓长眠于此 很显然这里致敬的 就是萨达传说系列的林克拉 在当年作为竞争对手 又是合作伙伴 这35年来肯定少不了多多少少的 爱恨情仇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不管是小众游戏还是热门大作 商业互吹的彩蛋总是这么的精彩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 喜欢这个系列 还请多多三连支持支持 可以点播关注和订阅就更好啦 这里是用心做彩蛋视频的杨阳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